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 2023年1月7日 升旗落 大樓和呂麗君的個案 有一個新進展 大樓 用了一個極為珍貴的首字名額 買入 呂麗君的一環的單位 其實大樓 如果你計算一下 他的quota很珍貴 因為他可以買一個10億的物業 可以省下 很多兩億多的稅 但是他這次買一個4000萬的單位 就用了一個這麼寶貴的quota 其實首字的名額對於任何人來說 都是很寶貴的 當然是有錢人啦 沒有錢的quota就不值錢了 這次 買的一環單位 其實也是華致同市結局合作的 首先這東西 就是灣仔道的街市 後來把下面的東西清空了 重新包裝過 變成一個豪宅 跟華致 即是華人置業 旁邊的尚翹峰也是華致的 很久之前 尚翹峰說了十幾年前 那時候是看示範單位 說是否很小 500多呎的實用 實用率只有60%多 那些傢俬 全部都是迷你版的 全部都是特製的 因為 正常的傢俬是擺不下的 好了 說回這宗交易 很明顯 這次呂禮君 就正如外界所說 輸大了 輸大了 連這個單位也要賣 呂禮君本身 買入了藍堂道39號 那個應該是 陳啟宗那個盤 那時候把那個地方 拉平了 然後在上面蓋別墅 藍堂道39號 應該也算是 那裏是下藍堂 應該是 金山大廈 金山大廈再上去 再上一點而已 那段路 一堆別墅之後 買到六萬多元呎 當時買入價 那麼 很明顯 那塊東西已經是壓了下去了 沒有得拿回來 一定是抵押了給別人的 拿到拿不回來 所以 動不了之下 被迫著就拿這塊東西出來賣 那4000萬我們做甚麼呢 當然是我們賺錢了 是不是 好了 大樓就幫他 用4000萬幫你呂禮君買回這個一環 45樓A這個特色單位 這個單位 其實就是 因為投資室 要用來還債 好了 大樓 我們也看回他 這個真是好老爸 因為 肯定是很怕這個呂禮君 聽別人說 很容易被騙 輸了所有身家之後 連那些物業也輸了 到時最怕就是 所有樓被人收樓 一對子女要睡街 你呂禮君睡街就算了吧 你不要搞到一對子女要睡街啦 這個我估計就是大樓那個出發點 詳細跟大家說一下大樓如何回應這單交易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 黑池的網咀是1月28日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 當時是想一個 搞一次巡遊 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開會場巡遊到市中心 讓黑池的朋友知道我們有很多香港人在 之後7時我們也會留下來吃飯 如果大家想 一起吃飯也可以預充時間 預多兩三個小時 不要那麼早買車票 謝謝大家支持 我們說一下大樓回應 他說這次 買的一環特色單位是以他個人名義 雖然首次置業名額珍貴 但由於時間創作 他最後決定 以私人名義先買了 因為 如果你要付25% 有很多錢的 25%給你付1000萬出來 沒有益政府 現在他打來引打100萬 4% 446 16萬 現在他打來引 4.25 即是 170萬 但是如果他不是以手指 用其他名義買入就麻煩了 要花1000萬 沒有理由這樣益政府 他日後 怎樣處置這個單位 可能轉贈給老婆算數 送的就可能不用離任 也要打來人 送的 這個物業不是買來自用的 是租回給女士 這個女小姐 本人不會代她交代 怎樣出售這個物業之後拿到的錢 當然是用來還債啦 不用問啦 不用說啦 不用交代啦 傳聞說他投資證券或者債券 出現嚴重虧損 他本人不願置評 只能夠他已經完成了一些純商業交易 我純粹是 幫你買的 幫你救救命 不會說他任何事 這次 很大機會如果他不是幫他買了那些物業 實際那些物業最終被銀行打把 他們兩個子女 就沒得住 被人扔出來 可能要睡街 照樣子也沒有那麼慘 不過 始終也很難聽 是不是 大女的一對子女都要睡街 老母爭賭輸了錢 他現在說 這次 這個決定 他覺得當時 做得很對的決定 就是 當時信給他 送兩個物業給他 就是Alberny 在壽神山 壽神山不知道是House還是甚麼 如果是兩個物業都不少錢 他就把這東西用信託形式 把他一對子女持有 不關 呂麗君 不關呂麗君事 他也不可以把這些物業抵押給銀行 也不可以偷偷地賣出去 因為他只是信託 代詞人 代詞人 這個意思其實真的很明顯 怕他好像梅媽一樣 輸了錢 所以放在信託上 你又不能賣 你只是代一對子女保持住 以後 無論你多難賭 輸了錢 你們的子女也有些物業 不過 兒子大女大之後 他們如果老母 真的在外面爭行 全身債被追斬 難道子女不幫他還嗎 這件事 亦可以看得出 大哥也很疼愛一對子女 你也知道 他的媽媽每天都看著這對子女 一定會跟他說 你老爸是壞人來的 把所有的身家都給了 那房人不疼愛你們 一定是打小報告的 子女可能就會懷恨在心 對老爸 見他的時候 可能會被說告訴他 類似這樣 這些東西 你看電視也經常有 好了 好 之前提及過他買了藍堂道39號 一個兩層高的陽房 應該是陳啟宗的發展 發展了一堆別墅的 那裏應該是十多間屋 4500多呎 6萬 3元呎 當時是2億8千8萬 估計這東西已經押了給財仔 財務公司 斗令也擠不出來 如果不是 就不用買一還四千萬了 這東西是2億8萬 按一半 按一半也可以拿回1.4億 外面傳他買了恆大 以及佳兆的債券 我看到那個施詠青說 買得到債券應該是穩陣的 有甚麼理由是孖子買的 其實買得到恆大債券就不是穩陣的 不過這個女人貪心 因為恆大債券的收益很高 他就聽人說 孖子買賣 結果輸了20億 他的本金一定沒有20億 即是說 一定是輸凸他的錢 他的錢 現在一定是被人召喚了 如果有得還 當然是麻煩了 因為 你輸的錢 我想不少 買多一倍而已 因為恆大和街市面幾乎 只剩下一兩成 只剩下一些渣的 我沒有看多少錢 但恆大肯定會跌倒了 恆大肯定會跌倒了 不要說他的債券 當時的回報是很高的 恆大 最初10年前 賣給大樓的CB有15厘 當時的股價是3、4元 最高產量是30元 當時恆大肯定在恆大 賺了很多很多錢 呂禮關看到大樓賺那麼多 我也要賺那麼多 但是 你賣的時候就是恆大很高價的時候 還有 人家當時已經是套演的股票的時候 他就是接人家火棒 當然是糟糕了 買得這些都不是穩固的了 你不是買美國國庫債券 就算買美國國庫債券也是在孖展上 因為那些是零風險的嘛 人家大股債券是買的 一億買到一百億 如果不是 怎麼會賺很多錢呢 買那些債券 兩厘半 兩厘半 兩厘三 怎麼可能賺幾千億呢 那當然是用孖展買的 當然 那個尺寸是去到別人的分老 國際級的 但是 很多私人銀行是教你玩這些的 他一定是用孖展買的 美國國庫債券也是孖展買的 因為你借的利息 當時美國加息當然不行啦 美國加到那麼高息 當然是沒有可能借錢回來買 所以有人就借人員 借買 博人員 繼續貶值 人員利息低 買美國的庫債券也是有的 當然現在 英國人員加息 日本只升上來 就打擊了這批人 好了 所以呢 不認識的 真的要奉勸大家 不要聽人家說 別人計算給你看 賬面啊 問題就是 你如果計算美國國庫債券 他們也嫌過回報低人 我拿那麼大筆錢來賺那些雞水那麼多 他很貪心 我會賺一倍 兩倍 三倍 結果 貪值得貧 有20億 一個女孩子十世都吃不完啦 是不是呀 你以前在哪裡上班呀 所以人 貪是無止境的 大哥說 你給他100億 兩百億 他都會為了一毛錢 一毛錢 一毛錢 五毛錢 一毛錢 出賣人 這些人 其實真的不會死也沒有用 不過慘就是他一對子女而已 現在大樓呢 可以說是 藏板劫春袋 那是沒辦法了 如果女人拿著一對子女 告訴你 你如果不幫我 我跟 抱著一對子女 跳樓 你猜這個女人說不出嗎 肯定說得出 結果 這個也是有頭痕的啦 看著女人的胃口不要那麼大 如果不是 就像蔡少芬的老母一樣 過澳門推 輸了一億 你不幫他找錢 斬死他老母了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裏 拜拜 大家好 我們在 2023年 即是今年 1月28日 農曆的大年初七 我們會在黑池 舉辦 我們的今次大型網聚 而今次的網聚其實有兩大主題 第一當然是 因為說了很久 要在黑池 跟英國北部的朋友見面 和大家聚一聚 第二就是我們會成立我們的charity 希望到時可以多些朋友參加 發揮香港人 助人互助的精神 希望到時大家可以參加 我們開始時間是下午的兩點半 大約是六點 或者六點半左右 會有很豐富的節目 也有很多的 嘉賓 到時我們會收取10磅的茶點費 有香港的奶茶供應 港式奶茶供應 也有一點點心供應 到時希望看到大家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的話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的話 就可以收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內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害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現在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